19值班台随时有电话打进来 一通电话 救护车可能要立刻出动执勤 就在救护分秒必争 最怕没事乱录 像是这样的电话 没说话就挂断 常常接到还有这种的 电话打进来却传来又有的声音 听来像是还不会说话的小宝宝 有可能玩电话机误打了 119求救专线 而且还会重复打进来 这样的电话让值班台很困扰 要是小朋友玩电话 消防队员可能会回播 要求家长注意 因为119这里一通电话 都可能攸关性命不能开玩笑 偏偏乱录的电话真不少 他可能是误触 所以背景应有声音 但是就是你怎么问他 他都会回答你 或者是那种小朋友 打电话来恶作剧 有的那种就是打了直接 可能很开心就罢个账的话 就挂电话的一个用 云林县消防局统计 今年1到8月 来电总数6万8千多通 其中2万6千多通 无效比例38%将近四成 这些无效电话包括误报 重复报案 还有恶意骚扰 儿童嬉闹等等 一年大概有10万件的报案记录 那大概有4成是无效案件 所以说每年大概有4万件的 无效案件 119电话乱打干扰了紧急事件 预计修正的消防法 无故拨打报案电话 或者是谎报火警灾害 人命救助等等 罚则已经提高 可处1到5万元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萍 云林报道